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是你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鄧翠文 我真的覺得非常榮幸 可以在世界各地 跟大家全服 引用我的生命 用我有基督之後的生命 給你們 做我的人生見證 大家好 我首先要儘快去介紹一下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從小呢 就在一個挺孤單的家庭 因為我很小 我爸媽就離婚了 所以他們都沒有帶我 我只有爺爺奶奶大的 一直都在一個挺孤單 好像非常缺乏愛的家庭長大 所以對我來說 我一到成年 就是十八歲 開始我唯一的夢想 就是離開家庭 給我自己一個能獨立的家 而且呢 我一直都認為 其實沒有人可靠 我只能靠我自己 所以我一進娛樂圈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好無退路的了 我只能拼命地去工作 有人能當主角 當然不能放過每一個機會 就非常非常努力的 給你看看我剛剛出道的那個時候 十八歲的拍那個俠客行 可能好多人都看過 我那個時候非常的單純活潑 之後呢就拍過一個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可能大家都有看過吧 也是 其實我跟裡面的姚小蝶挺像的 都是非常有理想的 在這個圈裡面 娛樂圈希望有一天能怎麼樣 感情也是非常的單純的 希望能從一而終 有一段很好的感情 當然呢 沒有我想像那麼簡單 在娛樂圈其實真的有很多誘惑的 而且也是因為要拼命 怕我自己的那個低會會掉下來 所以就其實不容易去 一直一直去往上爬 中間當然是非常不容易 就一個女子沒有什麼背景 就靠自己去打拼 後來其實到拍完我和春天的那段時間 大概九六年了 我應該是盡了我所有的努力 找到我一直以為要追求的名 零力跟物質吧 我都買了一個豪宅 我都開始想 我應該可以暗定了 但是呢 就是因為我以前都不知道 其實人生應該追求什麼 就好像平常人一樣一直在追求 到那個時候 我以為我應該是 整個人生最快樂的時候 因為我什麼都有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非常的空虛 我發現我之後很無作 我覺得哪我還有什麼可以追呢 我都有了 都不快樂 還沒想好的時候 人生就垮了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是 亞洲金融風暴 就什麼都沒有了 感情 感情也是一塌糊塗 那時候 事業 又沒什麼戲可以拍 人又年紀差不多了 不容易再當 不是很容易再當主角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就剛好到了 我以為最高峰的時候 突然間就掉下來 變成我一無所有 而且最痛苦的就是覺得 那我還可以怎麼樣 而且我一直都是非常努力 靠我自己的 幹嘛我還要受到這樣子的對待 命運真的對我那麼不公平嗎 那個時候我真是這樣想 但是我現在我是非常感恩 因為如果沒有那段時間的低潮 人生的低谷的話 我相信我不會回到神的身邊 因為我不是說嗎 小時候其實我什麼都沒有給我 但是我家人給我挑了一個基督教學校 所以其實我從小呢 我心底裡面就有基督 但是一直在娛樂圈 我都沒有相信基督會幫我在娛樂圈的嘛 所以我就靠我自己 我一直就靠我自己 就忘記了 其實我可以靠神 所以我到了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我突然這樣醒起來 其實我現在沒有力氣了 我還是要舉手投降 可以有人幫我嗎 我就想起來有一個神 應該可以幫我吧 就在那段時間我就回到神身邊 那段時間開始呢 我又見了一個戲 應該大家都比較熟的一個叫《金雞玉裂》 應該有看過 我演的就是一個宮廷裡面的妃子 也是因為那個戲呢 我突然間 香港人就叫《閒雨翻山》 就是本來什麼都沒有 突然間又給你紅一遍 那個時候 其實剛回到神身邊的時候 他沒有突然就給我一帆風信的 他只是把我從一個明星很高的位置 往人平常人裡面 帶我實實在在地做回一個人 他讓我慢慢去學習 人生真正的價值觀是什麼 我到底在尋找的愛 以前是不是找錯了 一直在太脫 很容易知道愛上人 也很容易不愛人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愛 回到神身邊之後 我慢慢就發現 原來愛不只是太脫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可以當義工 可以傳夫姻 可以跟爸媽的關係都和好 所以後來我真發現原來 有神真的很不一樣 我慢慢開始 就知道原來 以前是因為不敢窮 因為我一個人沒有很可靠 我當然不能窮 但是因為已經窮了 那神就沒有突然間信 祂沒有給我富有 但是祂帶領我 覺得原來人生不是要有物質 就是要有名利才開心 才快樂的 原來信靠神之後 我有平安 我有什麼都不怕 這個才是最最大最大的平安 那個時候我在2004年我就確定 我要受洗了 非常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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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可以從頭開始做一個全新的我 就是因為在那段時間 我真的完全能感受到什麼是自由 真正的自由 就是我可以有些事情我可以做 有些事情我不可以做 我再不像以前 拼命地去工作 就怕窮 就怕有一天我的地位給人代替了 就怕有一天沒人照顧了 就怕有一天老了 沒人找我演戲了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恐懼啊 但現在我有了神之後 其實我可以拍可以不拍 老了也覺得沒問題 還是我有人看的 如果沒人看 還是可以全福音 其實我現在覺得 每一次我去全福音 給我的生命 去表達神的那種好 比我演角色是好很多很多 所以我今天真的希望大家 就雖然很簡單地說到我怎麼相信神 但是那種真的從內心裡面 出來的那種真的平安跟自由 其實真的在世界上怎麼努力都找不到的 而且那種愛 有很多很多我們想要的東西 其實世上的所有騙我們的什麼名利也什麼 其實都補不了那種心裡面真的空虛跟愛的 只有神才可以 所以每一會今天在現場的朋友 其實你們已經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可以接受這份愛 希望我的人生可以那麼快樂現在 你們也可以得到這個真正的平安跟喜樂 你們也可以得到這個真正的平安跟喜樂 你